他们可能是单独一人,像是一位行者,每日夜行为了咪咪,小黑,小橘 他们也可能是在地居民,各长功能 有人补充干饲料,干净的饮水或负责环境的清理 也有人负责猫咪绝育,除早或医疗相关照护,日复一日,365天全年无休 他们协助在地社区接猫绝育,控制接猫数量,为了人猫和鞋社区更迈进一步 他们是接猫守护者 在社区尚未对接猫友善,在洞宝处还没推动接猫TNR计划前,他是一个独行者 不负责放养、弃养、不绝育,是他自费绝育接猫22年来,所看见的接猫源头问题 他为了接猫,与在地居民沟通TNR优点,曾经经历无数不友善居民的怒骂,破坏车子甚至毒杀接猫等事端 但他没有气馁,继续为每晚定时守候在巷弄的接猫生存努力,全年无休,风雨无阻 近年,他有一腿因为退化就急发做不良渔行,但他每天仍如常夜行,也将残病老弱接猫接回家照顾,善终 他说,凝视着接猫的眼神,我无法不作为 几年前,他还是社区新住民,因让猫半夜嚎叫,发现让猫与社区居民间的紧张对立关系 开启他深入了解动物习性,寻求人猫共存的根本解决之道 原本与猫狗不亲近的他,为了成为接猫守护者,短短不到几年间,上了许多关于动物行为的课 他也积极与里长、友善动物的社区居民们串联合作,积极推动TNR绝育计划,把社区浪猫抓渣,远放 同时也与里长办公室合作送养亲人接猫 参考国外定点干净照护站的成功案例,发动社区自费设置干净照护站 在地居民不在位时除鱼,同时也创造了社区、街猫与居民的和谐关系 他说,友善街猫是美化社区形象的一部分,我们要学会更重视它们的平等生存空间 万圣街的友善街猫居民,从第一代87岁婆婆,到新生代24岁年轻人,组成跨世代30名成员的爱猫团 他们照顾在社区生活的40几只街猫,分工合作 有人负责抓扎,有人支援物资,有人负责环境清洁维护,有人负责医疗送诊或定期点除早药 在里长支持下,社区内设置几个干净照护站,成了美化环境的风景 恒安里的午夜洞宝食堂,已成为一旁知名市场观光客打卡的景点 公园常驻的福泰大菊猫是观光客时常会巧遇的交客 紧邻着市场的恒安里,有一群爱猫志工群分工合作 积极绝育周边浪猫、分区、分时段照护街猫 在里长大力支持下,在市场周边设置几座干净照护站 张贴着注意事项宣导观念,为友善街猫社区做了最佳示范 关于午夜洞宝食堂街猫干净照护站的介绍,与更多街猫守护者的影像 欢迎前往洞评会的网站阅读 期待在街猫守护者的努力下,未来每只猫咪都有机会找到自己安全的家 未来不要再有猫咪流浪在街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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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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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